好 来看一下姑娘第二个本篇 我喜欢霸道一点的 大男子主一点的男孩子 你说什么我照做就好了 咱俩互相给面 你要是一个有主见的大暖男 那就更完美了 再一个你必须得能挣钱 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 各自独立的感情才是好的感情 只有经济独立了 人格才能独立 我现在也是慢慢的独立 越来越自由了 我希望我找的那个男孩 就是也和我一样 千万别是你妈一说你一句 你就耸了千万别是马宝男 我觉得这样不行 至少的话也是适当的 去反抗一下 你可能会找到不一样的自己 如果你懂我的话 那我们就在一起吧 7号刘绍坤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刘绍坤 是咱们这个KC批草 现在的这个时尚顾问 然后我家在咱们这个严寂望请 然后我的爱情学员是 KC广坤找对象 圆脸姑娘最像样 好 好 你是叫绍坤还是叫广坤呢 我叫绍坤 然后平时同事姐姐都喜欢 我叫广坤 就说好记 那广坤你说吧 我说你最在意男朋友说哪一点 你会管着他哪一点这块 就是手机和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比较多 然后问你一个你说不出来 这种问题谁的身上容易出现呢 跟我没关系 先说一下 别说我 那十号天瑞你咋还自己往上撞呢 想狗上 我就是掐指一算 他肯定要说我了 有些人吧 你可能说外表或者是感觉看起来 女性朋友可能多一些 但可能我的世界里只有你 有些人看起来越是那种 沉默不说话 感觉特别老实的 可能他在鱼塘里装满了鱼 刚才渣男说下台给我买气腿 不让我说的是渣男 我就不告诉你他是渣男的 好真 我也不告诉你 他给老多小姑娘过我老多节日 姐妹给我买 我想说两句 就是说如果有一天玩游戏 就是说十号渣男 就是如果说你俩出对象呢 你说你把你微信里 你女的都删了 把你妈留下 微信里就像她 她都母子二人了 没人了 然后十号码灯灭了吧 像鱼塘里都是鱼啊 各行各业的 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啊 铺子 幼子 同学 那个普普通通的 就是咱就是市面上见过的行业 像这么一样各个行业的 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一个 都有过那么一个 就是你说这谁得多狠呢 跟我都言够俏 你什么感觉 大家都已经控制这么多了 我觉得 我觉得买这个 这姑娘就是一个 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如此斑斓的这个姑娘都吓坏了 还有这样的呢 你现在什么感觉 就是我想炸了你的鱼塘就做你的海王 炸了你的鱼塘就做你的海王 炸了你的鱼塘就做你的海王 有东西 不免得已 一名惊人哪啊 你有这个勇气吗 让不让呀啊 让不让呀 你有没有能耐能夺 战上并且能当上的 我有 要说妈妈管得人 根本不知道 在管的过程当中 姑娘内心有一个 是的 多么多么勇敢的心呢 因为只要 自己给自己一个定位嘛 很准确 年宝的叛逆 对不对 好啊 来 这怎么 这么一会儿 公布的都灭了呢 咋的了 这是到哪了 他都想炸他鱼塘 当他海王了 我这别给人处着了 懂点事 那你不留灯 万一是你呢 就是你说 想占他的鱼塘 不是说单指 某个人的鱼塘 是吗 对 听明白了吗 东霖 现在刚明白 刚明白 有点后悔了吧 手快了吧 有点懵 我现在就想炸他鱼塘呢 做他海王呢 芝月 咱先不管那个鱼塘和海王了 今天你来这舞台上 最大的收获是啥 就觉得 一个是做了一件比较挑战的事 再一个就是看到了很多 不同行业社会上不同层面的人 也进行一些了解 我真是觉得 可能是由于妈妈平时管教很严 你应该多增加一些 跟这个各个类型的小伙子们交流的机会 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同龄人 其实大家都很友善 同龄人交朋友的话 我觉得应该更多一点这样的机会 这个平台啊 其实就是给这些人提供的 是 你今天来其实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你展示了你妈妈的一个形象 尽管我们没见到 但这一定是个好妈妈 所以我希望的是 今天啊 你表现很棒 芝月 但今天你回家的第一件事 告诉妈妈 今天都经历了什么 你收获了什么 妈妈一定会理解你 因为妈妈对你管得越严 说明她对你爱得越深 我们掌声送给芝月好吧 加油 加油